请问念传承的时候 如果听不懂传承也能得到吗 如果能得到是什么原理呢 传承呢 就是比如说从佛 佛陀讲了这个一个 佛陀说了一句这样子的 就这本书里面记载的一个这样子的话 然后这个话呢 不断的就是流传到现在 这个发霾 这个发霾就是穿 穿地 穿地 最后就穿到我们的耳朵里面 这就是原理 原理就是这个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有十个人 然后呢 十个人就站在 每一个公里的地方 就是站一个人 那么就是这句话 要送到这个十公里以外的人 那么这个十个人 就是相穿 抠穿 最后就是穿到这个最后面 最远的 站在最远地方的 哪个人的耳朵里面 那这个中间就有十个人 把这个花 充复了十遍 充复了十遍以后呢 然后最后 哪个人就听到了 就这个原理 就这个原理 传承就是把佛说的话 就再重复 重复 最后就我们听到了 那就是这个 有这个发霾 就是这个原理 所以这个如果是 挺不动这个意义的话 最好是能够听得懂 那听不动意义的话 那这个传承有很多的 很多重传承啊 纯的 单纯的这个传承 是 只要听得到这个声音 就可以了 因为当时佛说的 这句话 是凡文的 也不是凡文更早的文字了 然后呢 就是我们现在通过 另外一种语言 就穿到我们的耳朵里面 但是这个语言 这个用词是不一样 但是语言是不一样 但是内容是一样 把佛讲的内容 就穿到我们耳朵里面 我们就得到了 这个这个这个发霾 这个就是传承的这个原理 所以啊 就是简单的说 挺不动的话 也是可以 应该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 比如说我们听传承的时候 我们脏传佛教 就有这种说法 我们听传承的时候 虽然没有听懂 这个其中的内容 但是只要这个声音听到 就能够得到这个传承 那么我们一样啊 不通的这个语言 虽然我们不知道 这个在讲什么 但是这个声音 我们大家都能够听得到 只要有耳朵 就能够听得到 所以是应该是可以得到的